对于男族与女族来说 待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你要知道男族都无法杀入到世界杯 反观女族不仅杀入到世界杯 而且还拿下了亚洲杯冠军 这一切都引发了国内球迷的欢呼 这种情况下 其实女族到底会获得多少奖金 是让人期待的 毕竟这是时隔16年夺冠 而且目前足球正在处于低谷期 这一个冠军对于中国足球非常关键 在一夜之后 现在女族奖金已经获得了曝光 其中赛事的奖金是100万美元 按照汇率来算 这样的奖金会达到633万人民币 这是第一笔奖金 同时足协这边已经曝光奖励至少1000万 当然到底是多少还没有确定 其实男族的奖金目前都没有发出去 如果足协将男族的这个奖金 发给一些给女族 可能不止1000万 看看最终是多少的 除此之外 支付宝还会给女族1300万 猛牛会给女族1000万 最终女族的奖金会达到3900万 这样的数字应该会给予不少球迷安慰 但这个奖金可能会继续增加 毕竟现在夺冠24小时都没有达到 看看随后还会不会有赞助商或者足协进行嘉奖 反正这次女族夺冠 她们的待遇还是没有获得足够的待遇 毕竟男族吃喝住全部都是顶级水平 反观女族也并没有这样的待遇 希望在这次夺冠之后 女族能享受包机五星级酒店 毕竟之后 女族会参加世界杯 在待遇上面需要给予一些尊重 期待她们继续展现自己的精神 感谢观看